走进大陆湖北襄阳制冰工厂 生产线和员工都一刻不得闲 因为多审视气温屡创新高 对冰块需求大幅增加 每天的产能是50吨 每天就能把这个50吨给卖完 库里的纯冰也开始大量的再往外出 现在就是销大于供 制冰业者表示 7月开始冰块销量又增加两成 订单接到手转 大陆遭受10年来最强热浪清洗 也进一步导致用电量急速攀升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统计数据显示 7月第一周煤炭消耗达到475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长13.5% 热浪确实造成正常供电不少压力 包括北京、山西都因为用电量大增 官方紧急调派人手检查变电箱和供电设备 远看以为是小鸟 镜头拉近一看 原来是广东多位工人在电线上进行高空维修 港媒报道 广东近来面临用电吃紧的困境 因为境内有三分之一的电都靠云南水利发电 而云南已经连续好几个月饱受干旱之苦 中电联统计与数据中心副主任蒋德斌表示 大陆用电冬夏双高峰特征越来越明显 目前全大陆多个省市 夏季降温用电占最高用电比重超过40% 还有部分水分超过五成 TVBS新闻程序业李明珍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